第211座 路高山 西町的演出 讓大秘鄉人口秀 在開校的第2天就留在冬冬 因為今天好好有大秘書 就是第211的愛的書庫 在人口秀 甲拜生日 接牌 第211座書庫 但是這是我們東南區的第一座 那我相信越來越多書庫的點下去 我們小朋友的學習資源會越來越不同 將這個圖書引進到學校裡面來 而且還可以定時的一個交流 更新 那另外還有老師這樣的一個引導跟閱讀 那我想這個對雲林縣小孩子的閱讀 提升來講會有很大的一個注意 這在人口秀這次效應不勉勉的經費贊助下 跟台灣外島文教基金會定單位合作 所心臘愛的輸口 不可能也希望孩子可以多多來利用 因為剛才真的對平衡的孩子幫助很大 從小在偏鄉 我非常清楚 學校的學校的這個閱讀風氣 跟小孩子長大以後的這個閱讀的這個習慣是非常重要的 很好啊 因為以前的書都沒有那麼多 所以比較好 感覺可以讓我們學到更多知識 很開心 怎麼樣開心嗎 好 好 很快樂 這個學校的學校的學校 這對學校的教學有多完整的幫助 在任何一個國小來講 任何一個班級的老師 他在做全班性的教學 都是很方便的 那如果到書館借書 可能比較適合個別的學習 可是如果是書庫的書 他很適合老師做全班性的共讀 這兩者有一點些微的差異 這個學校的書庫是婚姻官第十三個 但是東南区的頭一個 也希望身後東南区的學校 可以多多來利用 讓我多的風氣真正提供出去 既然真心藏寶寶